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位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行了 行了 无死奶奶的又搏了 搏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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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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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他们来啦 吃蛋糕了 吃蛋糕了 祝你生日快乐 阿姨 阿姨 许不愿呢 我的愿望就是赶快吃蛋糕 好 好 好 那就快吹 快吹 妈 这些年您全心照顾杨阳 今天她三岁了 您是第一大功臣 妈 你今儿可要吃好喝好了 素素啊 找这地方可是煞费苦心啊 不光是为了让杨阳吃得开心 更重要的是 让您老人家吃得舒心 来 妈 妈知道你们孝顺我 你看 妈做饭呀 洗衣服啊 带孩子啊 妈一点怨言都没有 不过今天啊 妈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要是你们能帮妈实现了呢 妈就更熟悉了 妈 妈 你说今天杨阳过生日 您许什么愿望呢 不是 我许这个愿 是有关我孙子的 这个未来的命运 就算我替我孙子许的呀 行吧 要不等您过生日的时候 您再许愿 不 就今天 今天是一个多么特殊的日子呀 今天是元旦 是啊 这日子不是您选的吗 非逼着我 这日子后腹生洋洋 是啊 这么好的一个日子 妈是千挑万选哪 到了呢 让一个俗气的名字 给弄平反了 妈 这刘阳 这 这名字怎么了 向阳而生 多美好的寓意啊 是啊 寓意很美好啊 但这跟元旦有什么关系啊 我大孙子生在元旦 那就应该叫刘旦旦 你还真别对名字太俗气 我跟你说二十年之后 说不定他流行了呢 就算不流行也比刘洋强化 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 这全国不得有几百万人叫刘洋 妈 这个改名这事挺复杂的了 我先去派出所咨询一下 咱从场寄一场嘛 我已经去派出所问过了 派出所的同志跟我说呀 就抓紧在学龄前 把孩子的名字改了 以后再改就麻烦了 咱孩子可三岁了啊 没多长时间呢 妈 您就实话实说吧 是不是就因为我姓杨 所以您对杨这个字 特别有意见 我没有啊 不是 说说你要这么想的话 那你就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福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妈 您爱唱戏 我知道 但您放不着跟我这儿演戏 我坐月子的时候 您在阳台上 给那些老姐妹打电话 您说什么我都听见了 好着呢 好着呢 你放心吧 就是有一点啊 我心里头不舒服 他们俩呀 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叫刘洋 还背着我上派出所 还抱着户口呢 一半刘 一半洋 啥意思啊 小编还叫洋洋 洋洋 洋洋 我都觉得不像咱老刘家人了 像他老杨家人 我这心里可不舒服了 就算是这样 那今天咱俩说道说道 那你说咱这儿当妈的 是不是应该有点奉献精神 有点牺牲精神啊 不能光想着自己吧 我当初生我儿子的时候 我也没管他叫刘王啊 对吧 刘淡淡 你这个名字多特别呀 刘淡淡 元旦 元叫骑士 淡呢 是一天的开始 这都是一个 奶奶 牛淡淡 牛也会生淡的吗 不是小鸡和小鸭才会生淡淡吗 宝贝啊 奶奶说的不是牛淡淡 是刘淡淡 牛淡淡 不是牛 是勒悠牛 牛淡淡 不是 刘淡 勒 他怎么把我也绕进去了 妈 妈 你就别为难洋洋了 咱们这个地方的人 本来就牛牛不分哪 你别叫着叫着把我儿子 真叫着牛淡淡了 就算不叫刘淡淡 也不能叫刘洋 刘洋 妈妈说什么来着 这蛋糕对身体不好 少吃点啊 我这大孙子 好不容易过一次生日 你说这一年也吃不成 几次蛋糕 来 奶奶再给你吃一块儿 多吃啊 好 媳妇 改名这事啊 咱俩是一条斩线的 但是是战术的用对了 对老太太啊 要以柔克刚 不能硬碰硬 你都说过一万遍了 媳妇 你说我这命咋这么好呢 小时候碰见个好老娘 长大以后娶个好媳妇 不但对我关怀必至 对婆婆还这么孝顺 得了吧你 别给我带高梦啊 反正今天 我跟妈是闹僵了 这一个房子里边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这气氛 我估计一时半活 缓和不过来 你先有个思想准备吧 别啊 媳妇 你跟妈低气压 我跟杨阳得多难受 那怎么办呀 要不然你出点血 咱们带妈去旅游 换个环境 当妈心情一好 咱俩一配合着 让她打销给我们这念头 行 反正念珠教也快发了 为了家庭的和谐 为了我娃不叫牛蛋的 咱们全家去旅行 好 很倒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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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选得怎么样 是想去云南还是 广西 还是贵州 这过年现在 多紧张啊这票 你真能找人买照打这票啊 您放心吧 不光机票能打折 住宿也能打折 真的 那我再看看 看看 你看多美啊 这雪山 你妈都活了六十年了 没见过雪山哪儿 那咱就去雪山啊 我跟亚东也没去过 咱就去云南 今年过年 咱就去云南过 真的 再看看啊 不过素素啊 这旅游归旅游啊 给孩子改名这个事 你和亚东还得提上日程 当个事啊 腾冲 我自己给你 听说不明原因肺炎的事了吗 就是前两天传的那个 类似SARS的病毒 官方已经通报了 咱们武汉有丝一粒了 据说 都集中了汗口那一块了 没咱们远着呢 杨阳 跟你说多少遍了 连离那么近 对眼睛不好 这都几点了 你这素素还不回来呀 妈 他们年底啊 特别忙 你应该唱戏唱戏去 娘娘交给我啊 交给你 我上回交给你 把孩子给我磕了 我交给你了 妈 我回来了 来 媳妇 吃你的饭你没吃完呢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出去捋个游泳 你弄得还挺充分的 快 给我吃饭 不准备充分了 我心里不踏实啊 这 这 这怎么还有口罩啊 妈 您听说不明原因肺炎的事了吗 我听说啊 早午看可是挺严重的 我听你李阿姨说了 这肺炎不就是发发烧 就跟流感一样 妈 您可得注意身体 千万不能生病了 安心吧 我好 我真的 你回来了我就去叹气了啊 妈 要不然咱最近别出去唱戏了 您出去万一生病了 咱们还怎么去云南呢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 去云南这有关系吗 我 我生个病都不能去云南了 你看啊 我天天给你们做饭 给你们带孩子 好不容易晚上就有这么点时间 这是我的爱好 我出去唱个戏怎么了 可是万一 没有可是 也没有万一 你 你说句话呀 妈说得对 妈 其实也不完全对 素素啊 妈和杨阳前这儿 刚打过流感疫苗 应该没问题 你让她去唱两句 妈 让我们这样 你带着这段唱啊 你听说过唱戏也戴口罩吗 妈 大孙子 奶奶唱戏一起了 跟奶奶拜拜 拜拜 拜拜 亏你想得出来 还流感疫苗 流感跟肺炎 那能是一回事吗 反正症状都差不多嘛 你也别太担心了 无知你 自己收拾吧 容易 深厚 无知你 没了 我没了 我来 太久了 可以 好 好 表哥 从我们这边街道上看啊 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我这两天 一直都戴着口罩呢 你听我这个呼吸科医生的 一定要做好防护 不光你自己 你身边的人一定要做好了 亚东那边还好说 就是我婆婆这儿我实在是说不通 说不通也得要说 这个病毒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 回头我给你发一些防治传染病的 基本知识 有什么问题呢 随着联系我 那就这样 好 妈 我回来了 妈 妈 妈 我回来了 您来 您来 我这儿给孩子交三字经呢 您先坐 我跟您说点事 我今天呀 找到了咱们雪山的向导 我跟她打听了一些咱们的注意事项 您猜怎么着 人家说了啊 这平时肺活量好的人 在雪山上越容易有高原反应 人家一听说 您是唱戏的行家 特意叮嘱我 最近一段时间 您要少拉长枪 少练肺活量 这样呢 高反的可能性 就会降低不少呢 我真为了上趟雪山 我还得废了我这十年功啊 不是让您费了十年的功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 减少高强度的训练 妈知道 你这是拐着弯的 不想让我出去唱戏啊 难为你了啊 即使妈呀 明白你是个好孩子 妈喜欢你 你看你长得漂亮 也听话 还跟我们刘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就是吧 你这个胆有点小 太谨慎了 妈可不是那不讲理的人 你跟妈说完说要戴口罩戴口罩 妈真还在街上看 没几个戴的呀 那人家不是活得也好好的吗 妈呀这么大岁数 经历的事比你经历的多了 你应该跟妈学学 豁达一点开朗一点 行了 既然你回来了 妈就唱戏去了 不是 妈 这豁达一点开朗一点 这都没有问题 但这跟不明原因肺炎 它是两码事啊 您要知道 得了这肺炎 那真的是要死人的 你是咒我得肺炎 还是咒我死啊 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您看 您天天出门 您能保证您自己没问题 但您能保证别人不传染您吗 你不是也出去天天上班吗 大孙子 跟奶奶白白 奶奶唱戏去了 妈 妈 好 妈 您 您 您除了咳嗽 还 还有哪儿不舒服呀 我心不舒服 心 心 心脏不舒服啊 怎么个不舒服法啊 我心里头堵的哈 妈 您凉个体温吧 凉什么体温 您凉一下 凉个体温 杨阳的奶粉我正在冲呢 您早上想吃什么 我马上做 吃点热干面吧 好 行 您快点凉一下 凉一下 凉凉凉 凉 妈 您先凉着 我看看杨阳醒了没有 咳 我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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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 我这得给你煮面 马上就好啊 行了 别煮了 吃不下 那 妈 时间差不多了 您看看多少度啊 多少啊 没事 妈 你 你发烧了 三十八度多呢 不用那么大惊小怪的 我昨天可能开了会儿窗 就臭有吹着着凉了呗 一会儿给我熬点姜汤就好 妈 不管您是着凉了 还是感冒了 还是怎么了 您得马上吃药 您呢 赶快回卧室 您有什么需要 我都给您送卧室去 妈 妈 你 你去卧室休息吧 好吗 杨杨 睡醒了 今天啊 妈妈跟你玩个新游戏 叫《密室的发现》 一会儿啊 妈妈把这个门给关上 然后你就在屋里待着 你要找一下平时啊 你没有找到过的东西 好不好 好 真乖 妈妈 我要在奥特曼 你刚刚不还答应妈妈 要玩新游戏的吗 我是要在奥特曼 你 那你 你等一下 妈妈给你拿手机啊 别动啊 来 儿子 就在这屋里看 好不好 嗯 妈 妈 要不然您回卧室休息吧 那药啊 水啊 水果 我都给您放卧室去 不回卧室 卧室通风不好 我在这儿还能看看电视 是 那您能先把口罩和手套给戴上吗 我这一直咳嗽 怎么戴口罩啊 捂死了我 再说了你不是戴着呢吗 没事 杨阳起来了吗 人孩子出来呀 憋老憋在屋里 给我一块儿看电视吧 妈 我知道您生病了 您身体不舒服 但您别闹行吗 您偏让杨阳出来 他要被传染了怎么办呢 我闹什么了 我闹什么了 我就是个感冒发烧 我又没得到肺炎 我能传染给我大孙子吗 行 您说不是就不是 那您能先把药吃了吗 我不吃 你让我大孙子出来 我就吃药 妈 您自己看看这个 天哪 你睡着了 我睡着了 外国 尖阳 我睡着了 都是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 我睡着了 阳阳 妈妈问你 想不想当一次真正的奥特曼 打一次小怪兽 想 你等着啊 相追你个重要的任务 来 过来宝贝 妈妈跟你说啊 奶奶啊现在身体里 有很多小怪兽 所以呢 你是要把打败小怪兽的弹药 给奶奶送过去 你要看着他把他吃掉 这样呢 奶奶身体里的小怪兽啊 就会被打死了 你要执行完任务 立刻就回来 好不好 好 真乖 来 妈妈给穿衣服 妈妈 你有三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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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的妈 我现在打过树的 好孩子 奶奶知道 你是好孩子 你听起来 听起来 把你面前面都要吃掉 来 想奶奶吃 你进屋奶奶就吃啊 我要看见你吃掉 好 奶奶吃啊 你别过来啊 奶奶吃 奶奶吃了 快进屋 任务之间啊你 吧 我走 表哥 我 我发烧了 你说要是得了不明原因肺炎 怎么办呢 挺幻想 也别一发烧 就往不明原因肺炎上去 我人千方万方的 怕什么来什么 素素 现在不是怕的事 我能不怕吗 让杨阳天天跟我朋友在一块 你不能把自己先下垮了 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好 好 我把这个下垮了 放进了 放进了 妈 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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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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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手 这人激动舞 妈 你坐这儿 我又是着凉了 就是着凉了 太好了 都是虚惊一场呢 就是就是就是 来 我给您倒点水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 戴着帽子就是换用的 李亮亮 妈妈发烧了 多少度啊 三十八度 喂 大总 我跟妈都发烧了 你快点回来吧 我给你另一个给我清单 你赶紧买回来啊 从现在开始 你把口罩戴上 你把口罩戴上 不行 没事 来来来 喝点水 妈 你别过来 不至于不就发个烧吗 那可能也是你 昨天晚上着凉了呢 你抓紧我 我怕过来 你不是项头 就想咬引发 来 不过好 我没关系 我觉得好 那我听说 我听说什么 我听说话 我听说话 实际慧 有什么 我听说话 我听说话 你安心 你吹 bib 你把手套带上宋了 给自己量个体温 快点 干啥这一心一炸的 三十六度三 看那大惊小怪的 亚东 我跟妈现在身体都有点状况 不管是不是不明原因肺炎 为了安全 我觉得咱们最好暂时分开 你带着孩子 先去老宅住 不是 素素 你 你小题大做了吧 你刚才收拾半天东西 把孩子捂成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啊 我现在烧退了 我去收拾东西 我到老宅去陪我儿子和我孙子 妈 您这只是暂时退烧了 而且三十七度 它还属于低烧啊 我在网上查了 我一直在查 我症状已经没有了 我不是那肺炎 你是不是那肺炎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那些社团的人 都干净得很 喂 喂 是我 艾老脸 晓云发烧了 医院都来救护车了 就在咱们小区楼下 救护车都来了 是啊 听说这晓云哪 发烧都快四十度 晓云 可这儿 可这儿 来 晓云 就这么定了 你带着孩子去老宅 我跟苏苏留在这儿 这什么就这么定了 这哪儿出着 你听话 问题是你们两个人都发烧 你们留下来谁照顾谁啊 我照顾他 我照顾他 晓云 你跟孩子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那个直接拉去老宅 快点 对 那个钥匙就就挂在那儿啊 老家的钥匙你知道的 那个水和电 你只要合上砸就没问题 你们尽量别出门啊 勤洗手多喝水 对了 下午一点到两点 我大孙子要睡个午觉 他要是闹你就给他一个奶酪瓣 你奶酪瓣带了没有啊 杨杨早上醒来就得喝奶粉 我都放到行李箱里了 到时候你直接给他冲就行了 一百五十毫升的温水 配五勺的奶粉 先放水再放奶粉 我说你们 你快走啊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呀 行行行 走 走了儿子 走 快 都说了 你奶奶快开啊 奶奶 拜拜 媳妇 您要的东西都在这儿呢 行哪你快关门呢 妈 妈 你们照顾好自己啊 就算我得了那肺炎 那还不知道谁传染谁的呢 你天天出去上班 可能是你传染给我 我传染给人家小云 把人家都给害了 也许吧 把您说什么都对 每人家过小年都团团圆圆 那咱家 孟子芬呢 你们俩现在能指示犯低伤 我的建议是想观察一下 别慌张 现在去医院呢 可能情况更危险 如果情况要是恶化了 比如说像是呼吸困难 或者是持续发高超 就立刻去医院 绝对不能当 我知道了 你们现在啊 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那好 我怕你们俩现在都发烧 也一定要隔离开来 这万一有犹犹不适呢 我知道了 别放心 打起精神了 回向人的嘴角 是安心的预考 很快 sexy GOD 這樣 講 你好 好 我说 我支持你 都是生活 喂 素素 王总 我可能 还得再请两天假 是这样 公司呢提前放假 然后什么时候上班 就在家等公司就好了 你先好好休息啊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放假了 多好 喂 素素 你好点了没 好像好一些了 你们怎么样 还行吧 刚给杨阳喝了奶粉 那就好 别忘了量体温 放心吧 你要按时吃饭啊 多喝热水了吧 放心吧 老公 刚妈打电话来说 貌似你们还没吃早餐呢 她还跟我说 你把她给囚禁了 怎么回事啊 什么 好 妈 您醒了 你啥意思啊 我这连出都出不去了是吧 妈 这堵墙啊 纯粹是为了保护您 有了这墙 您主卧次卧客厅阳台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您可以看电视听戏 也不用戴口罩手套 这样也不用关门 咱们都能看到彼此 有点什么事还有个照应 这啊 这么个理啊 那你弄这玩意管不管用啊 这个肯定 不如专业的隔离墙 但是 我昨天给我表哥打了电话了 这不特殊时期吗 有这些东西总比 什么都没有墙嘛 行吧 您想吃什么呀 我晚上去做 我呀 可能月有点烧 也吃不进去了 没 我多喝点水 别担心 那个素素啊 你看啊 主屋 次屋 客厅 我都站了 你睡哪儿啊 那 能醒不 行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那你 那时候 可别说我虐待你了 不会 行 你 你退烧了吗 我 我再去量量 去量量量量量量 需要我帮你接吗 需要我帮你接吗 晓月 我 好 我 我知道 你好好地听医生的话啊 你好好养病 咱们还得去听下台唱戏呢 我等着你一块儿等台啊 加油 加油 你 夏侬 你对孩子有点耐心 有点智慧好不好 你不要让我胆子吓唬他呀 我跟你说呀 喂 夏侬 我跟你说啊 我这大孙子一哭 你就给他一根奶酪棒 只要她拿了奶奶 忘了她就不哭了 我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怎么哄个孩子 还哄不好啊 知道了 娘 奶奶奶奶是你吗 是是是 奶奶 我想你 这里太小了 一点都不好玩 奶奶 我想回家 我不怕传染 我可以一直戴着 口罩和手套 我不怕麻烦 你就让我和爸爸回家吧 爸爸做的早餐 太难吃了 冲着奶粉 差点要烫死我 又火了 爸 又搞了什么事 杨杨 你如果非要回来啊 就得再乐道 隔着这塑料袋 不能 不能 不回来啊 妈不回来 大孙子 奶奶的老宅里面 还有好多好玩的 你都没发现 让你爸带着你啊 带着你去找 听话 你听奶奶的话 我说老娘 你赶紧让我跟杨杨回去吧 再不让我跟杨杨回去啊 你们俩没倒下 我们俩先倒下了 谁都不许给我倒下 你要倒下 你就不是我王来地的儿子 妈 你怎么办啊 素素 我刚才跟你晓芸阿姨视频了 她已经上呼吸机了 是妈传染的你 妈 你对不住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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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妈 三十九度九了 咱们还是叫一二零吧 没事 你去给我熬点姜汤 我去我发个烧 没事 不行 不行 还是打一二零吧 喂 一二零吗 请问现在可以出诊吗 很抱歉 女士 目前我们的救护车 已经全都派出去 而且前面还有六七十个急诊 等待救援 你们想想办法吗 我婆婆发伤好几天了 都快四十度了 孙岸女士 请你描述一下你母亲的症状 我可以先简单告诉你 一些急救知识 您接一下 好好好 等一下啊 妈 一二零来不了了 我去拿点酒精 先给您屋里降温 咱们明天一早就去医院 好 走 走 咱们有必要这样吗 知道 妈 您听我的 这没错 来 那她这个必须得戴上 来 行吗 好 行 慢点走 走 坐下来啊 这三家医院都挂不上号 怎么办呢 咱们现在去远一点的医院试试 无论如何我们得看上大夫 您坚持住啊 这毒病的人怎么这么多 看来情况真的挺严重的 您说话医院是咱俩的 妈 您别说丧气话